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完成的程序效果 有一位胡子白花花的男巫站在屋子里 接下来我们点击逾期运行程序 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点击运行 男巫开始说话了 小朋友如果你能猜对我的年龄 我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 我的年龄是多少呢 出现了一个对话框框 在这里我输入一个100 因为这是一个胡子白花花的男巫 然后呢点击勾勾确定 男巫说大了 那么证明我们输入的100呢是大了 看来这是一个年轻的男巫 只是长得比较老而已 那么我输入一个60呢 再点击勾勾 小了 那说明的是比60大比100小 我输入一个70呢 再点击勾勾 70也小了 那就是70以上 那就80呢 点击勾勾 80大了 70小了 那么说明我们这位男巫的年龄 是在70以上 80以下 那么我在这里输入一个中间数 75 点击勾勾 75也大了 那就是在70到75之间 我在这里呢 再输入一个72 点击勾勾 72岁 好猜对了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完成的程序效果了 双击鼠标左键 打开Scratch 3.0 让我们一起来编写这个程序吧 打开之后呢 首先第一步要将小猫删除掉 点击小猫头上的垃圾桶圈圈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添加这节课的舞台背景 点击右下角的图片圆圈圈 选择一个背景 点击奇幻分类 然后呢 点击选择Witch House 这张舞台背景 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添加这节课的主角 点击右下角的小猫头 选择一个角色 点击奇幻分类 我们看看南乌在哪里呢 在这里最下面点击选择 好 我们将南乌呢 慢慢的拖动到舞台的左边的位置 好 可以了 好了 舞台背景和角色呢 我们全部添加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写这个程序 首先第一个呢 要用到我们的老朋友了 就是事件分类里的当棋子被点击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触发一个事件 什么事件呢 就是南乌说话的事件 说话呢 跟外观有关系 点击外观分类 我们需要用到说你好两秒 将它拖动出来 放到棋子的下面 南乌第一句话说了什么呢 说了小朋友们 你们如果能猜对我的年龄 好 这是第一句话 接着呢 南乌又说了一句话 我们需要再拖动出一个说话的程序 第二句话说的是什么呢 我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 小朋友们 你们如果能猜对我的年龄 我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 这个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先测试一下程序效果 点击预览 小朋友们 如果你们能猜对我的年龄 我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 好 这个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我们设置一下南乌的年龄 设置一个角色的年龄 那么这个程序该如何编写呢 在这里啊 我们需要用到变量 点击变量分类 然后呢 我们需要新建一个变量 点击建立一个变量 新变量的名字呢 我们输入为南乌的年龄 好 点击确定 我们需要用这个新建的变量 来设置南乌的年龄 在这里呢 有一个将南乌的年龄设为多少多少 我们将这个程序拖动出来 好 连到一块 将南乌的年龄设为零 好 那么这个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回答南乌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猜对他的年龄 根据我们刚才看到的程序效果呢 老师在下面的提问框框当中输入了好几次数字 对不对 那么不断的去输入 不断的去重复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需要用到重复执行 我们点击控制 在控制分类里面呢 一共有三个重复执行 第一个重复执行十次 咱们之前用过 第二个一直重复执行 还有一个呢 在后面叫做重复执行 直到什么什么什么 咱们这节课要实现的程序效果呢 就是重复执行 一直直到我回答正确为止 所以呢 我们需要用到第三个重复执行 将它拖动出来 连到一起 重复执行 直到我回答正确南乌的年龄为止 回答正确这个程序应该怎么编写呢 我们需要用到什么等于什么 我回答的问题等于你提出来的问题 是不是就说明了我回答正确了呢 好 我们来到运算分类 将等号拖出来 放到这里 接下来呢 我们再回顾一下 刚才的程序效果 南乌师呢 在提问 我们需要自己回答 回答和提问 在我们之前的内容当中呢 是学习过的 那么这两个程序在哪里呢 在侦测分类 点击侦测分类 有一个回答 有一个询问 之前老师是不是说过 询问和回答 永远是一对好朋友 他们是分不开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用到重复执行 直到回答等于什么什么的时候 我们需要让回答等于我们设置的巫师的年龄 这样才说明我们回答正确的 那么巫师的年龄这个程序是在变量 点击点击变量分类 好 我们将巫师的年龄这个程序呢 拖动出来 放到等号的后面 重复执行 直到我的回答等于我设置的南乌的年龄 这个时候呢 就说明我回答正确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重复执行 直到回答等于南乌的年龄 那么在这里需要我重复执行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 当然是询问事件了 在我们刚才看到的程序效果当中呢 南乌一直在询问这个问题 直到我回答正确 询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修改一下 我的年龄是多少呢 南乌呢 重复执行 询问这个问题 直到我回答的内容 等于设置的年龄 然后呢 我需要再说一句话 点击外观分类 说什么呢 要说你猜对了 说你猜对了 这个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测试一下程序效果吧 点击旅期运行程序 你们能猜到我的年龄 帮你实现一个愿望 我的年龄是多少呢 南乌的年龄是零嘛 好我直接输一个数字零就可以了 点击勾勾猜对了 这里呢 直接把南乌的年龄呢 显示出来了 我们都不需要猜 直接输入就正确了 所以呢 游戏的难度呀 太低了 跟我们想象中的是不一样的 好 接下来我们开始优化这个程序 我们点击变量分类 将南乌的年龄 前面有个小勾勾点掉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在将南乌年龄设为零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给他添加一个随机数字 让我们南乌的年龄呢 变成一个随机数 这样呢 我们可以多猜几次 增加整个游戏的趣味性 随机数在哪里呢 小朋友们还记得吗 对了 在运算里 点击运算分类 在一和十之间取随机数 将它拖动出来 放到设为的里面 咱们这是一个胡子白花花的南乌 所以呢 它的年龄呀 不可能是十岁以下 我们将南乌的年龄呢 再变大一些 在一和一百之间取一个随机数 这样子南乌的年龄呢 有更多的可能了 咱们的游戏趣味性呢 也提升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测试一下这个程序 点击逐期 运行程序 小朋友们 你们如果能猜对我的年龄 我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 我的年龄是多少呢 我在这里输入一个八十 点击勾勾 哎 八十是大了还是小了呢 我们的南乌怎么不提示了呢 我再输入一个七十呢 点击勾勾 哎 还是没有提示 咱们刚才的程序效果是七十二岁 我输入一个七十二 点击勾勾 那么也没有说我猜对 那么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第一条程序呢 是帮助我们设置了南乌的年龄 以及提问和回答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写第二条程序 第二条程序的主要作用呢 就是帮助我们判断 我们回答的内容是大了还是小了 首先第一个程序呢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点击事件分类 当棋子被点击的时候 当律棋被点击的时候 要触发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呢 根据我们一开始看到的程序效果 我们输入了很多次的数字 那么南乌呢 也说了很多次的大了或者小了 那么说明这是一个连续的判断过程 所以呢我们需要用到重复执行 点击控制将重复执行拖动出来 粘到一块 那么老师刚才说了 是一个连续的判断过程 那么在这里呢 判断我们就需要用到 如果纳末 将如果纳末拖动出来 放到重复执行的里面 因为我们有两个判断结果 一个是大了 一个是小了 所以呢我们需要再用一个如果纳末用来判断 重复执行 如果我回答的大于我设置的 那么就说大了 如果我回答的小于我设置了 那么就说小了 大于小于在哪里呢 当然是在运算分类了 点击运算 第一个大于号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第二个呢是小于号拖动出来 放到这里 回答呢 再侦测 点击 侦测分类 将回答放到大于号的前面 将回答呢 再放到小于号的前面 如果我的回答 大于我设置的南乌的年龄 我设置的南乌的年龄呢 是在变量 点击变量 将南乌的年龄呢 拖动出来 放到大于号的后面 再拖动出来一个 放到小于号的后面 如果我的回答 大于南乌的年龄 那么就说一句 大了 点击外观 说什么什么 拖动出来 如果我的回答 小于南乌的年龄 我们就说一个 小了 将说 再拖动出来一个 第一个呢 我们输入大了 第二个呢 我们输入小了 好 重复执行 如果我的回答 大于我设置的南乌的年龄 那么就说大了 然后呢 如果我的回答 小于南乌的年龄 就说小了 好 这个程序呢 我们就编写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 程序效果 点击率齐 运行程序 小了 什么意思呢 就直接出来了一个输入框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随便输入一个数字吧 80 点击 勾勾 又小了 这个南乌呢 不按套路出牌啊 证明我们编写的程序 还是有点问题的 我们先暂停一下 咱们刚才遇到的这个问题 该怎么解决呢 接下来看老师表演 首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就需要用到 事件里面的广播消息和接收消息 首先我们看广播消息 我要将广播消息放到这个位置 重复执行 询问这个问题 并等待 每次询问完这个问题呢 我就需要广播一个消息 当这个消息发出去之后呢 我需要接收这个消息 当我接收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我再开始判断说话 这样子呢 就不会出现刚才那种 先判断 再询问的效果了 好 我们将多余出来的程序呢 删除掉 接下来我们再测试一下程序效果 点击逆期运行程序 小朋友们 你们如果能猜对我的年龄 我可以帮你实现一个愿望 我的年龄是多少呢 我在这里数一个80 点击勾勾 说大了 那么我再数一个比80小的数字 70 点击勾勾 我的年龄是多少呢 又大了 那我们再数一个比70再小的数字 60 点击勾勾 我的年龄是多少呢 又大了 60还大 那么我输入一个40 看一看呢 点击勾勾 我的年龄是多少呢 40小了 也就是说明南乌的年龄 比40大 比60小 那我输入一个50呢 点击勾勾 50你猜对了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程序效果呢 是完全正确的 这节课的内容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了 同学们可以根据这节课 所学习的编程知识 编写一些类似的程序 比如我们可以用程序 猜小朋友的身高 还可以用程序 猜小朋友 一顿能吃几个包子 好 这节课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节课再见 See you 这节课呢